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目督的概称 盛行于纸张普及之前 约自商代到魏晋时代 使用约1500年以上 在1900年代 西方探险家斯坦英 在新疆尼亚遗址发现50多枚目简之后 掀起了简读研究的序幕 1930年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在今天内蒙古厄基纳河沿岸 也就是汉代居沿边塞封碎遗址 发现了一万多枚简读 接着1970年代之后 陆续挖掘出两万多枚汉代简读 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视为珍宝 简读研究屋记载了大量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 丰富了我们对汉代边塞军事 经济 交通 信仰 思想 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认识 有人赞叹 这些简好像孔子座春秋 为一个时代留下记录 才有竹木春秋之称 目前汉代简读多出土自内地的墓葬 井教或是边塞封色遗址 边塞简以甘肃和内蒙古发现的简读数量最多 成为研究秦汉边关和丝绸之路的第一手史料 与敦煌石窟并列为当代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简读是古代写有文字的竹木材料的概称 简较窄 但可边连成侧 读则较宽 可书写较多的文字 较宽的版读除书写之外也用来画地图 因此一国疆域亦称为版图 在大量使用纸张之前 以竹木剪读书写已经盛行了一千多年 是信息记录和传播的载体 使用笔墨来书写 若有错字则用刀来删除错字 被削下的薄木片称为削衣 汉代石科或是画像砖上 都能看到读写剪读的画面 帮助我们了解古人如何使用剪读 目前发现的剪读大多以公文为主 公文使用的字体是历书和草书 在剪读中发现有类似标尺的物件 根据研究很可能是为了书写整齐而使用的 就是像这一种剪 我们推测它恐怕就是有标尺的作用 因为特别把上下这两个字都写到边边去 甚至写到两侧 这两个横画就很重要 它都把它写满了 一般的字好像不必写到这么边缘 所以就推测它是一个标尺的作用 有这样的作用 那至于这一支写的转字的标尺的 就上下这两个字 就由于这旁边这几个写历书的上下 我们推测它就是上下的转字 因为它的字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它主要是就是来分成三栏的 从一些记录物试的检读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不少分为树栏的检 整齐地记载着物品 价格或是数量 使内容条理分明 方便阅读 多数出图的检读 因年代久远 编绳小段 几乎都已散乱残断 能有完整的检测显得特别珍贵 迄今出土的汉代检测中 最长的为十余所典藏的永元器物布测 这是于1930年 在一处名叫查克尔帖的封碎遗址中发现的 永元器物布是我们目前所知道 所发掘出来的 包括原来的边绳 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汉代的检测 它总共有77支检边连在一起 那边的两道边绳都是 当时出土的时候就边连在上面 这个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当时的检测是怎么连在一起的 因为其他的检基本上很多的边绳都已经缠断了 而这个是有77支连在一起 由77根木检组成 先用绳子编成五份短册 再整编成一件长检测 完整保存原本汉代文书册的形式 它是一份东汉河地永元五年至七年 西元93年到95年间 封碎所使用的兵器和其他装备的检查记录 哪些装备包括他们使用的工 奴 还有他们使用的日常生活必须用的造饭的锅子 还有他们要充米 充粮食 充麦子的那个叫做胃 这一类的装备是完整的还是已经破损的 它都要一项一项地记录下来 不同的时间检查 然后记录 然后再上报到上级去做检查用 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本 实际上是当地他们保留下来的一个存档的副本 古人用汉牛冲动形容宝读诗书的人 就因检读编成的书体积庞大 重量不轻 搬运劳累 放置空间大的缘故 试想77枚检编成的永元器物布册 都有243.63公克 其他经典书籍的体积和重量势必更可观了 刑易田先生曾经研究古代检测书籍的重量和体积 据他的估算 一辆牛车大概只能装少数几部书而已 现代人随手取一本书阅读轻松愉快 很难想象如果在汉代要阅读一本书 却是大费周章的事 就以史记 司马迁写史记为例 司马迁因为在他的书里面 非常清楚的记载 大概是52万字 那我们就可以估计的出来 52万字如果一字简 比如说写30个字 那52万字你要超多少字简 这个可以计算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跟今天的一部史记做一个比较 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的人太幸福了 就是说我们随便拿一本史记 拿在手上就可以了 古人可能如果是一整部史记的话 可能就占掉半面的墙壁 占掉一整个书架 只是一部书而已 数万片出图的简读 已断简残篇居多 信有专家学者长期的研究和解读 透过他们的考试 人们才能对秦汉社会有深刻而生动的了解 马恒 于迅 贺昌群这些学者 开始做最早期的研究 后来劳干劳先生也加入研究 那像劳先生就是我们所的最早 开始参加了汉检试读工作的老前辈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早期的试文 基本上是劳先生的工作的成绩 那我们所后来也有一些后续的研究者 像我们所的前辈 陈盘安 陈盘安先生也继续做了一些汉检的内容的考试的工作 民国77年始于所成立汉检整理小组 展开了新的汉检试读工作 并增添红外线扫描器辅助检读的考试 因为红外线本身对碳值的反应敏感 古代书写用的墨含碳 用红外线扫描用毛笔书写的检读时 即可显示出肉眼已经看不见或是吞色难逝的墨基 因而提升了辨识度 那我们一般会在检的下方放置尺标 通常一枚检的时间至少都要三到五分钟 那像这枚检它特别长 基本上应该要十几分钟才能够扫一面 所以平常我们工作的时间大概一天 大概二十到三十支左右 完全看不到字的 比如说八点二简 它就是看的时候是一片漆黑的 但是经过红外线造色 每个字都显示出来 它就是非常的清楚 它是一个寄东西的一个封检 封检略似信封 盖在写有文字的检或读上面 先用绳绑柱再加盖封泥 以达到加封保密的效果 就是一个袋子上面板的那个 从什么地方寄来是谁的 里面有什么衣服 它分成这个由官方提供的那些服装 跟它私人的服装 这两部分都记在封检上面 所以原来一片漆黑的下 有这么多字在上面 就是非常清楚 像这一类的 对我们这个考试这些文字 或者是辨认这些文字 是非常有用的 剪读的内容丰富多样 也有类似现代农民力的日书 显现出民间文化的传承 自古至今不错 1986年在放马滩勤木出土的情检 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放马滩位于天水麦基山地区内 自古是勤代木马区 这个古墓里面出土了主要的东西 就是一个是竹简 一个是木板地图和纸张 放马滩勤检 属战国时期末年的产物 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是假以两种日书 辅助五行观念 日期吉凶 民间忌讳和占卜解梦等功能 日书里面主体内容就是看日子 当时整个人们在日常生活 不管你上级的官府到下级的官府 还是老百姓都在讲迷信 不管干任何事情都在看日子 这个传统文化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 大陆只有这文化大革命 就彻底破除了 不讲这个了 那么现在尽管是文化大革命禁止 但是这人们的意识里头没有兴致掉 时间过去了 现在我们还又讲起来 而且讲起来就像它的内容 现在我们所讲的看日子这些书 所以想想想的意思 所以讲这个看日子的方法 都和情节差不多了多少 这就反映一个什么 反映这个秦文化 这个几千年来是连续不断的 文化不管采取任何一个政治运动形式 是根除不了的 毕竟是人的中华文化吧 它就是一个传承的过程 人会习惯传承的过程 所以这个文化的传承是阻止不了的 建除满平定植破违承收开币 这十二个日子的吉凶 诸事宜或是不宜 是择日系统中最常被使用的建除之术 古代的日书或现代的农民力 都使用了这套系统 居延汉检中也有日书相关的检读出图 提供了印证 包括王满在内 王满尤其是相信这日这一套 王满就选这个 像定日这一天 定有天下 作为他的即位的日子 这边是 这个简直是 可以是马梅 这个梅子是马这边一个 某个人的某 它其实以前 我们知道 祈求这个个人的子孙 凡胜的话是向高梅祈求 高梅的梅就是一个四字边 一个某个人的某 这边是祈求是马的神 所以是马梅 马这边 那直平可以是马梅 平日这个建除日里面的 那个建除饮品那个平日 所以在平直平的那一天 平直日的那一天 它是可以用来祭祀马梅的 那后面这个我们其实看不大清楚 所以这边有一个病子 通常像这个马梅祈求的话 是马的繁盛 或者马不要生病的这种情形 所以这个简直是 选这个平日这一天 来作为这个 向马神祭祀的一个日子 这个是元元二年九月人成 凡日 凡子的凡 凡日利路财 财产的财 以前都不大辨认出来 现在有洪华先生看得更清楚 日备 这是一备两备的备 就是说选择的九月人成的凡日这一天 这是二十八宿里面的凡新子日的这一天 来路财 就是比如说进货这一类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可以日备 就赚一倍以上 应该说每天赚一倍以上 这个是当事人这个 其实当事人的责任 他选哪一天做什么事 选好日子来做 可以产生更大的效果 天水放马滩请柬中 引人注目的 还有篇称之为牧主记的检读 是当时官吏向长官报告一名 叫做丹的人 死而复生的过程 有如当代的智怪小说 反映了当代情人 向往长生不老的思想 主题内容还是讲了一个神话故事 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呢 我就感觉到 吴祖基这个文书本身 反映到当时居住在天水地区的全国人 他的一种文化面貌 使用了比较写实的纪念 把这个可能是民间传上这么个故事 就写进去 埋葬墓葬里头去 他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人死了以后 能不能再复活过来 这也反映了一个 当时在千水这块地方 情人的这么个思想文化意识 传授 特愿意识 有这么个意思在里头 放马滩秦简的秦墓中 还发现了树幅 战国末期秦国的现地图 金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部门 鉴定为秦王正八年 也就是西元前239年的物品 地图汇于26×18公分的木板上 图中画了境内的河流和地名 部分地区甚至标示了树木的分布情况 里程筑记和其他地名 可看出当时秦国对于地形研究深入 绘制地图的技巧高超 是目前所知 世界上最早的木板地图 要享有研究历史看的话 边塞遗址出的这个价值就更高一些 因为它实在跨度非常大 内容非常广泛 形式也非常多 尽管都是甘肃出土的 它说我们展现了面貌 整个两汉是全国的面貌 这就是甘肃汉典的特点 秦汉时期新建的长城 设有封碎 属重兵防守之地 汉武帝已降 张谦凿空之旅成功之后 边关成为来往西域的重要关卡 而西汉实施的屯田政策 大大充实了边塞城市 由居延和敦煌等地遗址发现的简读 将淹没于地底的汉代边塞生活史 具体而为地烟溢在世人眼前 发现居延检读的居延 在汉代隶属于张义军 位于厄吉纳河流域 下游有居延海 两汉在此设置居延县 并设有帐塞封碎 唐著名诗人王维曾写下名诗史志赛上 单居玉问边 蜀国过居延 征棚出汉赛 归宴入湖天 大漠孤烟池 长河落日圆 萧关冯侯记 都护在燕燃 诗中的长河就是厄吉纳河 向北流入今天的居延泽 元代之前 居延泽仍有水 只是后来逐渐干涸了 至今空流河床遗址 虽然居延不再如以往 是边塞要地 然而历史并未从此湮灭 因为汉简陆续发掘 两汉时期边塞生活的面貌 反而越来越清晰 我曾经到那里旅行了两次 一次是去 厄吉纳河沿岸的风水 一次是到苏勒河沿岸的风水 去做汉代的风水遗址的调查 我就带了一个GPS的仪器去 这个是由我们所的地理资讯中心 他们提供我的一个仪器 然后我到了那里以后 每到一个遗址 我就取得那个地方的经纬度 然后回来以后 我就可以把当时 我取得的经纬度的资料 把它点到谷歌地球上 现代科技是行易田 能够清楚而完整地勾勒出 汉代风碎的分布 风碎之间的距离 以及探究风碎是如何布局的 我们取得每一个点的移植的准确位置 取得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非常准确地去测量 每一个风碎之间的距离 举个例子来说 A8跟A7之间的距离 因为谷歌地球上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工具 就是测量长度的工具 我们可以把这一点 拉一条线到A8 然后旁边就可以显示出来 这上面有多少的距离 有1200公尺左右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 从一个风碎到另外一个风碎之间的距离 大概是1200公尺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 其他风碎之间的关系 大概也是非常类似的距离 也是非常类似的距离 1301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 当时的风碎建设 是从一定的距离就设一个风火台 一定的距离就设一个风火台 当然这所谓一定的距离 是当然会有一点稍稍的出入 那我们把这个每一点都找到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完全准确地掌握到 当时旱代的风碎 是如何地连成一条线 大家可以看到在荧幕上 这一条就是旱代的风碎线 旱代的风碎线的其中的一个局部 如果我们把这个骨骼地球 拉得更远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大的一个范围内 当时的风碎线曾经分布的一个情况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里修一个风碎线 做一个防御线 其实是跟对抗凶奴是有关的 因为这个地方有非常重要的水源 那么当时的一个战略的考虑 就是自己的军队要有水源 那个军队才能存活 另外一方面 你控制了这个水源也就让敌人不能获得这个水源 那这个敌人也就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区域 谁控制了水源 谁就控制了这个区域 另外一方面 因为你有水源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种植谷物 生产粮食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汉捷里面 看到这里有很多士兵 实际上一方面是从事防御的工作 另外一方面还从事于农业生产 囤田 这样自给自足 这样这一条防御线才能够生存得下来 1930年代发现的居炎汉奸 由中研院始于所文物陈列馆收藏研究和常态展览 这批文件的时代大致是在西汉五地到东汉河地之间 是有关汉代政治制度 国防设施以及经济状况的直接史料 同时也是行政公文往来 以及日常作业记录 诉讼文书 诉讼文书是检读中常见的一种 诉讼案经由官牙调查 以原书往返回复 原书也就是记录两造笔录的文书 编号229.1及229.2这支检原本模糊不清 透过红外线扫描与辨认才明白这是一则关于财产交分的法律文书 这支检的内容里提到同在一个封碎工作的张宇和赵轩 张宇生病 弟弟张宗骑马去探望他 有一天在长城外发现一头驼驼 也就是骆驼 张宗请赵轩其他的马去追 行可撒鱼里得驼驼一匹 还未到岁 宗马翠将死 结果追了三十余里才抓到骆驼 没想到还没回到封碎 马就暴毙了 共平宗马值七千 也就是张宗平定马价值七千元 要求赵轩赔偿 赵轩希望以死马和骆驼抵赔偿费用 因为强使轩行马 幸翠死 不以偿踪马也 意思是赵轩认为 都是张宗叫他骑马去追的 要他负所有的赔偿责任 他不愿意 所以引起纠纷 需要闹上法庭寻求解决 那通常在法庭上处理这样子的事件的时候 他一定要要求双方的一个口供 要求双方来叙述说 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然后以他们双方的这个口供 来当作这个最后判决的一个基础 那这个口供呢 就是我们随便所提到的这个元书 他可以说是一种证明书 一种自白书的一个意思 张宗说马匹值七千元 如果遭证明此需乌有 就要以偷盗七千元的罪责处罚 有这份元书 却衡量双方说法有无出入 再做出正确的判决 像这样子的元书呢 就是反映了说在边塞的一个经济的生活 那刚刚有提到说 马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资 那尤其像是在汉代 作战的时候一定是需要马匹的 政府对马的管制是非常的严格的 从这个元书你们可以看到说 马是很重要的物资 所以它价值七千块 而且是它的价值源源高于一个死马的尸体 然后还有一个野生的落筒 这样子一个总和 又如元康五年诏书册的复原 也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元康五年诏书共有八支简 出土时并非是一册 而是散简 经由同一笔记 同一出土地 同一材料和相关内容 才复原了完整诏书 复原过程迂回 使人看到简读研究不易与考古之细腻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这八枚简 就是很难得的一个复原 成册树的样子的一个例子 那它是由日本的学者 大廷修先生所复原的 那大廷修先生在很偶然的情况下 就发现这几支简可能是有关系的 而且它的出土地 也是同样都是出自 我们认为是处于尖水后冠的这个地方 那在笔记上面 也似乎是同样一个人写的 所以他就进一步再去找 同样一个出土地 有同样特征的这些简读 然后把它复原成一个完整的测书 那不管说是在它的这个 简读的材质或大小 或是笔记或是内容上来看 这个复原应该都有很高的可信度 经过复原后 确定八枚简 是西汉宣帝袁康五年 所发布的诏书 大约是西元前六十一年 诏书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一个部分是前面两支简 它是一个玉石大夫的上奏 简头特别低了两格才书写 以表对皇帝的尊敬 玉石大夫在第一二支简中 向皇帝建议当年夏至应该注意的事项 第三枚简顶格写至约可 是皇帝看了表认可的意思 因而成为一份诏书 也因第三支简有原康五年二月的纪年 才能确定这是原康五年夏的诏书 第四枚简以下说明诏书传递的过程 在二月十一日颁布给丞相 丞相发布中央官员 以及地方郡县和诸侯国 四十天之后 三月二十四日 诏书就从长安 传送到河西四郡之一的张义郡 传达到下属的单位 再过十多天 润三月的六日 传递尖水都卫府 润三月九日 又传递边境的尖水侯官 不久之后 所有最基层的军事单位 都收到了这份诏书 我们现在当然只看到这份诏书 但是你可以想象 当时这份诏书 应该是被超录了成千上万次 然后被送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如果我们从我们今天的行政机构 来理解的话 可能就是一直从圣 一直传到县 一直传到乡的这个层级 这个在今天看起来 可能是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大家可以想象 这是在两千年前 这个交通的交通性的条件 跟今天是很不一样的 从这个简 这份诏书 在边境的这个小军事单位被发现 我们也可以知道说 汉帝国的命令 确实是传递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它对于基层社会 可能是有一定的一个控制的程度的 研究简读如同拼凑和整合编赛历史的拼图 将不同残检坠合总会生动地展现当时军力行事的过程 简读的内容 有如鲜活的古代生活记录史 有时使人有阅读古代小说的错觉 有一则简读是通告边关 弃捕一名长公主身边大帝的通缉令 从简读中可知这名大帝名叫丽荣 在长公主的夫家因罪全家被捕时 她趁乱脱逃而遭到通缉 简读里还写出她的年纪和长相 只是通缉结果最后如何不得而知 士兵的束手生活里 较有趣的一面当属试字教育 当代的试字本通常抄写在称为简的木简上 简指的就是用刀削成多面体的棱状木简 每面都可书写 可容纳较多的文字 最长可到八十公分 多用来抄写试字本 做成席字简 如苍结 急救 算数书与九九术 尤其以西汉史游编撰的急救篇最受当代欢迎 急救篇或称急救章 南北朝签字文出现以前 都是旧时小学教育的重要素材 急救章首章内容写着 急救其姑与众议 罗列诸物名姓字 分别不拘不杂策 开宗名义 即此书是将姓名和日常事物 颠辑的式字文 不只能认字还能事物 全文没有重复的字 一读又好学 在出土的简读中 有一只特别长的箍 足足有六十五公分长 是一般简的三倍长 也是目前找到最完整的箍 它是一份紧急发布的军事文书 称为席 学者认为 用这么长的箍来书写 是象征一份权威性 提醒大家应该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首先在这个简头的部分 这个地方是书写 这件文书的一个收件者 在这里写的是 广田以赐传行至望远址 就表示这件文书这个席 是要从广田岁 一直要传到望远岁的 那接下来中间这个部分是枫泥草 在这里要加上枫泥 然后盖上印章 那只是现在这个 原本应该是有枫泥 现在已经掉了 那接下来这个下面的 这个最主体的一个部分 一直把它削成了三面 然后三面都书写文字 就是这个文书的一个主体的内容 它里面是谈到说 这个有匈奴人出没 所以提醒大家 务必要特别的注意 那不要有任何的财产 生命的损失 包括一些马匹亚牲畜的一些损失 或是人员的损失 那最后呢是以无乎为无 如律令作解 所以大家不要轻忽了 然后一定要依照律令的规定来办理 从边塞发现的简读 往往也记录了中原和西域往来的历史 恰能补足史书记载的不足 因而被视为历史活化史 1990到1992年 在敦煌玄泉寺遗址发掘的玄泉汉简 共出木简三万五千多枚 出赌地点在敦煌市田水井一处 汉境游翼遗址 检读内容多为游翼资料 和中西交通方面的记载 称为玄泉汉简 最早纪年是五帝圆顶六年 西元前一百一十一年 最晚是东汉安帝涌出元年 西元一百零七年 记载了两百一十八年前后的汉朝史实 自汉宣帝神爵三年 西元前五十九年 建立西域都护府之后 天下太平 中西交流平凡 玄泉汉简出土后 印证了这一类史实 丝绸之路上这个汉简 就是河西有七外多枚汉简 严格地说七外多枚汉简 不更丝绸之路 从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民族 社会 各个方面都反映了 当时丝绸之路的情况 但是玄泉汉简当中 它有一个不同的特点 就是它是一个益制机构 这个东来西往的人 到这要住宿 要吃饭 要登记 要接待 所以它就留下了 比其他地方更为珍贵的材料 你比如说丝绸之路 尤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就是它对丝绸之路 每一段的路线行走 这个驿展 管舍 记载得非常清楚 玄泉汉是一个游艺机构 具有邮局 驿站 旅舍 餐厅 车技和马舅的综合功能 凡收发信都需要有详细收信时间的记录 它对这个宋信啊 它都非常有严格的要求 你比如说皇帝的诏书 或者边疆出征将军的这个尚书 这些都是有严格时间限制的 应该今天算多少公里 再就是有接收和交界的这些程序 积淀中有谁收到了 积淀中有交给谁了 这些都是有严格的制度 如果是耽误或者是出现其他问题 都要受到追查 汉代这个游艺制度 接待制度 对这个温术 官司信件的这些揣提 都有比较详细的这些规定 玄泉池 常态性的编制 就有37人左右 隶属于敦煌郡的孝谷县 位在汉朝和西域交流之界 出土的简读 有不少西域使者和商谷 往来中国的记录 以及边关朝令文书往来 可与使书呼应或作补仪 如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大肉汁 往西迁到席尔河 再迁到阿姆河流域 后来建立贵双王朝 和中国 安息与罗马并称四大国家 这段历史因为没有材料研究 被称为黑暗时代 但汉茧的出土 提供非常多的重要材料 又如居住在阿姆河到西尔河之间的 苏特人 他们在唐代经常来往丝绸之路 经商贸易 通过简读史料 可以研究苏特人在唐代之前的前史 这些相关的中亚历史 以往都复之缺如 希腊和波斯也没有相关的记载 如今透过简读 能具体而深入地研究 这段古代史 充分显示出汉茧的珍贵性 最有意思的就是康区 康区一般来讲现在就是哈萨克斯坦 但是康区有五个小王 当时康区跟中原王朝的来往 有这么一个具体的事实 就是有一个册数就记载 当时康区的国王 还有这个五小王的这个 其中的一王要到汉朝来 他是经常来 从材料上来讲经常来 这些人来贡献马匹 贡献骆驼 按照常规呢 叫东皇啊九泉啊 这个入官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官员啊 要要验证啊 你这个贡献的物品 价值多少啊 等等等等 再就是一路上啊 要接待他们 爱派他们吃住啊 有一定的规格呀 结果这一次呢 一个是他们吃饭 没人管 一路上他们自己 解决吃饭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评估 这个贡献 贡献的时候呢 这个本来是应该 让他们拆家 结果九泉太守 没让贡献的拆家 这就不符合常规啊 再就是本来 按照这个贡献的骆驼 按照河西这一代 长期养骆驼 白骆驼呢 要比黄骆驼要珍贵 本来是白的 结果他们说这黄的 本来贡献的这个骆驼呀 很肥 他们说瘦 这个我们现在看来呢 这件事情好像很细巧 在当时可能就是一个 很重大的问题 结果呢 他们不服气 就把这件事情呢 告到了朝廷 朝廷呢 负负这个对外外交 这些官员呢 就追查这件事情 这是永光五年 西元前39年发生的事 记载于 康居王使者册上一句 不如使冤 揭露了康居王使者的委屈 以及对交权太守的不满 在朝廷下命令 一级一级追查之后 这件事才得到了平反 极生动地反映了 汉朝与康居 正常外交关系之下的 交纷处理 敦煌玄权制简读 甚至解开了某些历史谜团 例如 佛教究竟是何时传入中国的 文献记载 西元67年 汉明帝派出西行求法的使者 回到洛阳 带回佛陀的画像 和佛陀讲法的经典 以及随同而来的 印度高僧 赦摩腾与主法兰 佛教从此深耕于中国土地上 但敦煌玄权汉简中 一直称为浮屠简的发现 显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更早 按照这个文献记载 它应该就在西海末年就传入了 但是这些呢 它都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印证 有些人呢就是在东海 明帝时候传入的 但这条简呢 它就非常具体 就至少在东方地区 在明帝以前 公元后六十多年以前 就已经传入了 浮屠简 其实就是一份勤简 内文是居住在小浮屠里的佛教弟子谭堂 在拜请某人参加 会月二十三日的摘会活动 每月的二十三日是佛教摘日之一 浮屠是佛塔的英译名 小浮屠里是当时玄泉志附近 佛教徒聚居的巷里 而与浮屠简一起出土的汉简 最早纪念可追溯到西元五十一年 也就是说在西元一世纪 佛教已进入敦煌 并有相当影响 还有离迁与罗马战俘 究竟存在与否的历史谜团 同样在玄泉志简读里 找到了答案 话说西元前五十三年 罗马的克拉苏将军 轻率四万大军 与安息军队交战 克拉苏惨败 全军覆没 幸存者不是被俘 就是失踪 有传说 这些失踪的罗马军人 来到了中国 被北匈奴置之禅于 雇用为守城军队 汉建昭三年 西元前三十六年 西域都护甘岩寿 和副教尉陈汤 把湖汉四万人马出兵制之城 在京哈萨克 两千年前的事情 我们只有抓住第一手的材料 才能说清楚 我们开导了当时的记载 汉建他事实上就是当时的记载 因为现在的话讲 就是一种档案 他记载得非常的零碎 但是他是第一手资料 罗马克拉苏 帅人数万人和波斯打仗的时候 公元前五十三年 在迪格里斯河的上游打的 这一张克拉苏彻的打扮了 当时的成汤和干烟兽 在西域的时候 消灭北匈奴的时候 是公元前三十六年 建造三年 这都相差很多年 从我们发现的材料 至少公元前六十年 深去二年 这个林前县已经有了 从汉建当中看 就是这个林前 确实是一个古老的地名 它在这个深去二年以前 就已经有了 汉建当中 有十多条材料可以证明 在这之前 已经有一个林前县 它已经有相当的规模 就是它的这个 线上的新政组织 经济发展 熏灭的发展 它已经有相当的规模 那么后来 有些人牵强附会 包括这个媒体 把它放大了 搞一些这个草作 再就是当地一些官员吧 也是接住老百姓 制造一些这个假象 这是不可取的 汉建是第一手资料 几乎是铁的证据 时间地点都记录详细而清楚 族政罗马人到中国建立 离千城是无稽之谈 汉建应该是当时 这一块地方一个百科全数 对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 应该是趋之不尽 用之不尽 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宝藏 剪读是埋藏地下 真实的历史记录 它的发现 使惊人能看到 一出出活生生的 秦汉边赛区 与军事在边疆束手的生活史 也是研究秦汉盛世 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 最佳的佐证 它像是解密秦汉时代的 一把钥匙 在解读和整理后 令当时古博的边防生活 悦然纸上 充分为世人所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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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